哈囉大家好我是崇尼醫師 男性荷爾蒙不足你並不孤單啊 知道嗎根據台灣的研究會發現 在40歲以上的男生呢 只有高達12% 也就是100個男生裡面 只有12個人有這個有症狀的 男性荷爾蒙功能不足的現象喔 而且啊因為男性荷爾蒙在青春期的時候是最高的 那男生過了30歲之後呢 體力就開始衰退了 所以呢30歲之後呢 男性荷爾蒙每年是用1%到2%的速度在減少當中 所以才會說到了40歲之後呢 其實有相當一部分的人呢 其實男性荷爾蒙已經不夠了 在我們上一集裡面呢 如果你跟著我一起做了問卷 擔心自己有男性荷爾蒙不足的狀況之下呢 下一步呢就是要建議你到醫院去做檢查 那做什麼檢查呢 其實最簡單的就是抽血檢查 檢查體內血液裡面的男性荷爾蒙 是不是真的不夠 那這時候呢要跟大家講一下 男性荷爾蒙呢在我們的體內分泌 是一個有周期性的一個變化 通常呢在早上的時候呢 男性荷爾蒙是最高的 所以那時候我們的精神也會最好 等到過了中午到下午的時候呢 其實男性荷爾蒙就會開始下降了 要一直到第二天的時候呢 男性荷爾蒙也會再起來 所以呢如果說你今天呢 剛好只有下午有空來看門診 要來抽血 那這時候你抽到男性荷爾蒙 可能就不是那麼準確 所以像在我的門診裡面呢 如果病人是因為下午來看門診 我就會叫他第二天早上再來抽血 通常呢是希望你在7點到11點的時候呢 抽的血呢驗到的男性荷爾蒙的數值 才是相對比較準確的 而且如果說呢你只是來抽一次血 就發現男性荷爾蒙不夠 這也不代表你一定就是男性荷爾蒙不足 所以如果說你每次都是早上來抽血 連續兩次的你的男性荷爾蒙的數值呢 都小於350每分身納克的話呢 那就表示呢你有可能是這個 男性荷爾蒙不足的患者 然後再配合上你的症狀呢 才決定要不要做進一步的處理 那有一些人呢男性荷爾蒙不足呢 其實是有點先天上的一個因素所導致的 比如說他可能是染色體異常的病人 比如說像我的門診呢會出現 他的染色體是47XXY 他多了一個X染色體 那就可能會影響到他睪丸的發育 那有些呢是所謂的陰陽人 他可能原本呢是一個生理女性 但是因為一些荷爾蒙的失調 或是一些基因的突變 所以導致呢他的因地發育的比較大一點 看起來像是個男生 但他其實實際上是個女生 所以呢變成是他就沒有這個 這個男性荷爾蒙足夠量的一個狀況存在 那這個相對來講的這些先天的因素呢 都是相對比較少見的 那再來呢還有一些是後天的狀況 所導致的一些因素 那我大概會把它分成是因為 睪丸本身的問題呢還是睪丸以外的問題 所導致的 那睪丸本身的問題包含像什麼呢 比如說我的睪丸有受過傷 撞破了 不得不把它割掉了 少了一顆了 那你的男性荷爾蒙就可能會不夠 那有可能是我開過刀 比如說我做過散氣手術 我做過睪丸的手術 那讓我的睪丸呢 因為有些併發症 所以萎縮了 那也可能會導致我們睪丸功能不良 所以男性荷爾蒙不足的現象產生 還有呢小時候呢如果感染過腮線炎這樣一個病毒呢 也有可能會影響到我們睪丸的功能 所以導致呢我們睪丸的功能不好 男性荷爾蒙不足 還有呢如果我不幸是一個癌症的患者 然後我需要做一些化學治療 或是放射線治療 那這些化學治療的藥物 或者是放射線呢 其實對我們的睪丸都是一個蠻大的傷害 所以在做完這些治療之後呢 你的睪丸功能可能就會不OK了 那還有呢像是引睪症的患者 睪丸呢沒有在小朋友的時候呢 就下降到了陰囊裡面呢 那這個睪丸在體內 因為溫度過高 所以他通常都會發育不良 所以呢你的男性荷爾蒙也會不夠 那再來呢還有像是 如果說你是肝臟功能很不好的人 腎臟功能很不好的人呢 會體內就會有毒素累積 那可能就會讓這個睪丸的這個功能呢 也受到影響 所以這個是睪丸本身出的狀況 還有一些人呢他其實是因為這個 全身出了一些狀況之後呢 會影響到這個內分泌 導致一些男性荷爾蒙不足的一些失調狀況 比如說像如果你是HIV的感染患者 那他可能就會影響到你大腦的一些內分泌 所以讓你的進一步的讓你的這個 男性搞不同不足 如果說你的腦部受過傷 或是腦部有開過刀 那也會可能會影響到 像我們在之前前幾集講到的 像是這個LH的分泌 或是LHRH的分泌 那就會也會影響到這個男性荷爾蒙的功能 還有呢再來就是肥胖本身 那像之前也提過嘛 因為這個肥胖呢 會這個芳香化酶會增加 所以讓我們這個男性荷爾蒙被轉成女性荷爾蒙 所以你的女性荷爾蒙太高 男性荷爾蒙就有可能會不足 其實也沒有開過刀 也沒有受過傷 但是你腦部呢就是長得腫瘤 那這些腫瘤可能壓迫到這些腦下垂體 或是下四秋也可能會導致 有這種男性荷爾蒙功能不足的狀況 那另外呢還有一些人呢 蠻常見的 他其實是因為一些可逆的原因 功能性的關係 導致你的男性荷爾蒙有些暫時性的不足 我曾經有一個病人呢 他就是覺得說運動啊可以增加男性荷爾蒙 所以他就拼命努力的運動 每天都要運動三個小時 結果呢反而因為過度運動 導致男性荷爾蒙反而下降了 所以過度運動本身呢 反而可能不見得會刺激到男性荷爾蒙分泌 反而會適得其反 讓男性荷爾蒙不足 那再來呢有提告過說 男性荷爾蒙是怎麼製造 從睪丸製造 他其實是我們把膽固醇 這樣一個我們食物裡面的一個物質呢 轉成這個睪固酮 所以如果說你今天吃的非常的清淡 非常的嚴格 幾乎吃全素 沒有攝取任何的油脂 那你可能製造男性荷爾蒙的原料就不夠了 所以反而呢就會製造不出 足夠的男性荷爾蒙攻擊你的身體使用 然後呢有些人是 他還太想減肥了 太想就是變瘦 所以他用一些很極端的方法 讓自己的體重在短時間呢瘦下來 那這樣的狀況之下呢 也會產生男性荷爾蒙不足的現象 還有些人就是工作壓力太大了 壓力本身呢也會讓我們內分泌失調 讓你的男性荷爾蒙不足 那最後呢其實呢我們的內分泌系統是息息相關的 所以呢如果說你其他的內分泌出了問題的話 也可能會影響到這個男性荷爾蒙的分泌 比如說像是你的甲狀腺不足 那有可能就會讓你的男性荷爾蒙也跟著不足 如果說你的腎上腺素分泌的過多 不管他是因為長腫瘤還是什麼原因 分泌太多了 他反而會一過來抑制這個 這個男性荷爾蒙的分泌 那到底你要知道你是什麼原因所導致的呢 還是一句老話 就是到醫院做檢查 由醫生來評估 來幫你找出可能的原因 然後來做進一步的治療 該怎麼治療呢 下次有機會再告訴你囉 我們下次見 拜拜